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什么什么の後で 什么什么之后的连接词 重要的语法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什么什么後で 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中文翻译的话 主要是动词和名词在前面 用于是连接词前面 动词的时候注意要变成动词 名词的话加个の 後で 就是中文的什么什么之后 一般教科书上解的语法就是 动词第一个或者名词表示的事情进行发生后 再做动词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呢 所表示的事情 前面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 另外一个事情再发生 这是动词一动词二 名词の後で什么什么 看一下例句 lesson lesson是课的意思 也可以说成tive代词 クラス クラス也是课 还有 抗技 抗技 授業 授業都是课的意思 那抗技是大学的 专业性的课 授業是广泛的课 课结束之后提问一下吧 给我问问题吧 ね 終わった 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した 要变成 他语 終わった 後で lessonが終わった後で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这个要变成他语 是一个重点 这是动词的 那我们看一下名词的话 名词很简单 后面直接加个の就行了 lesson 课之后 同样 后面是一样的 我们练习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クラスの後で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课结束之后 这就表示了 课结束之后了 课的后面 就是课结束之后 クラスの後で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 那以前的复习初 稍微要复习一下 比方说看一下这个 lessonが終わってから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lessonが終わってから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和这边 lessonが終わる前に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lessonが終わる前に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同時 大家的日本上色里头 16个和18个的 这个很简单 什么什么 前に 课结束之前 提问一下 有可能今天 我有点事情 所以要早点回去 课一下就回去了 你找不到我 所以课结束之前 请提问一下 就这个意思 之前前に lessonが終わる前に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lessonが終わる前に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16个的 学的 lessonが終わってから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終わってから 这个也是 結束之后 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我们需要比较 後で和てから 有什么区别呢 好 看一下语法的解释 後で 後で 今天学的 什么什么之后 比表示同样的意思 てから 更强调 时代 时间的前后关系 所以明白了吗 大家看一下 後で 这本来的意思 什么什么之后 所以做完这个 之后才以提问 有前后的这个时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就是後で 那么说てから呢 就是这个前后的关系 不是特别明显 就是 相对比 这个後で 前后的 时间的 关系 不是特别明显 lessonが 終わってから 質問してください 课结束之后 请问一下 就是这个区别而已 好 我们稍微练习一下 先简单的 名词加の 名词の後で 什么什么动词 什么什么 後で 勉強します 做完什么什么之后 不行了 自己要好好学习了 经常有这种情景 描述一下 把学习放到最后 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 这种 童年的 做法 词汇库里 比方说 運動 运动 是职业家の 後 就是运动之后 再学习 这种情景 说一下 運動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運動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工作之后 仕事の 大家一起读 仕事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仕事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比方说 学习之前 你 淋浴一下 洗个澡 シャワー シャワー シャワー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シャワー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好 这个红字 两个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 三十分の後で ノ 就可以省略了 所以我特意 加了 变成 红色 颜色 三十分 後で 勉強します 直接把 ノ 取掉 三十分 後で 勉強します 十分钟后 就是 十分 後で 二十分 二十分 後 二十分 後で 勉強します OK 这就是 把 ノ 取掉的 意思 红色 是 那 看电影 之后 学习 很简单 加个 ノ 因为是黑字 映画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映画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散歩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还记得 跑步 为了身体健康 跑步就是 英语叫 jogging 日语叫 jogging 广泛的 跑步叫 running 变成日语 有可能可以说 什么什么こと 走ること 这也是 跑步的 jogging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joggingの 後で 勉強します 关于 刚才 红色 都是 時間 时间 时间 的时候 ノ 取掉 所以是 一週間 後で 不要说 一週間 の 後で 很 别扭的 一週間 後で 勉強します 一個星期 之後才 学習 觉得 现在不考 是 所以不 寫 一个星期 之后 到了 那个时候 才 学习的 情况 就是 这样子 用 一週間 後 两个星期 二週間 後 三週間 後 三個星期 后 好 最后 看一下 看完 音樂 會 之后 学習 concert 日语叫 concert concert の 後 で 勉強 します 普通名字 所以要叫 の concert の 後 で 勉強 します 大家可以看你的情景 隨時替代練習一下 好 這是這一方面的 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把前面事意同意 後面改變一下 比方說什麼什麼 晒ご飯の後で 晚飯之後 您 一般幹什麼呢 晒ご飯の後で 什麼什麼をしますか 何をしますか 我問你 すみません 晒ご飯の後で 何をしますか 那你要說 私は 晒ご飯の後で 什麼什麼をします 這個 什麼什麼をします 的地方可以改成 比方說 名詞 三 就萬能動詞 します 很多動作 運動的時候 是吧 什麼什麼します 散步也是運動 比方說 散歩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散歩をします 晚飯之後散步 還有 晚飯之後 跑步 晒ご飯の後で ランニングをします 廣泛的 健康的跑步 ジョギング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打掃衛生 掃除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掃除をします 買東西吧 晒ご飯の後で 買物をします 晚飯之後 吃完完之後 買東西 晒ご飯の後で 買物をします 那學習 就很簡單 晒ご飯の後で 勉強をします 其實對話當中 比方說 勉強をします 勉強します 這個 お是可以省略 但是為了嚴謹的語法 為了考試 我們從技術 踏踏實地學習的話 就是要加個 お 好吧 日本人對話當中 お會省略的 勉強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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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勉強 但是為了全部練習 勉強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工作 仕事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這個 看電視 テレビを見ます 動字變了 已經不是 します了 看 看時 見ます 電視 テレビ 中間加個柱子 哦 他動字對吧 テレビを見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テレビを見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聽音樂 音楽を聞き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音楽を聞きます 假如要泡澡 泡澡 晒ご飯の後で お風呂 お風呂 お風呂に入ります 進入浴 浸入浴 浴缸 晒ご飯の後に お風呂に入ります 領域 晒ご飯の後に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注意啊 這個搭配字 什麼什麼を浴びます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領域 晒ご飯の後で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OK 這個日常生活 晚飯之後 幹什麼呢 何をしますか 何やにをします 晒ご飯の後で 何やにをします 什麼什麼をします 好 現在我們不用看這個字 直接用圖片 想像 然後練習 說出來 主要是在這裡 剛才練了很多的 の了 練習現在動詞的 他形的變化 什麼什麼 他後で 動詞 これ 淋完 洗完澡 睡覺 シャワーを浴びた後で 寝ます 睡得特別舒服 怎麼說 ぐっすり寝ます 記住這個副詞 ぐっすり 特別 睡得很深 舒服的意思 シャワーを浴びた後で ぐっすり寝ます 或者舒服的 気持ちよく寝ます 副詞因為 放在前面 為了描述你的現在的感覺 這是副詞的作用 動詞前面放不住 好 看一下這個 看完報紙 去公司 新聞を 読んだ後で 新聞を読んだ後で 会社に行きます 新聞を 読んだ後で 会社に行きます 這個中文是看報紙 日語 變成日語就是要讀了 所以要読みます 読んだ後で 新聞を読んだ後で 会社に行きます 這也是一個中文的不同之助 就要注意点 動詞的用法 那這個就是 日本語を勉強した後で 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日本語を勉強した後で 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朝ごはんを食べる前に 用我們比 の要難度大的 動詞的他形 來做一下 他後で 什麼什麼 每天跑3公里之後 洗很熱的 這個 淋雨 洗澡 毎日3kmを走った後で 熱い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一来 毎日3kmを走った後で 熱い 很熱的 這個 シャワー 熱い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是一個習慣性的 可以說 3km 1km 2km 3km 公里的說法 你需要記住 每天晚上刷牙之後 晚上11点 睡覺 睡一下 毎晩 歯磨きを 刷牙 就是歯磨きをする します 那麼 再編的他形就是 毎晩 毎晩 歯磨きをした後で 這個pm 也可以說 下午 下午 或者晚上 我們說晚上吧 夜の11時に寝ます 毎晩 歯磨きをした後で 夜の11時に 寝ます はい 次 明天 6點之前 6點之前 一直工作到6點 之後呢 跟工作人 一起喝酒 來一下這個 明天 9點跟男朋友吃飯 一時到9點吃完飯之後呢 我就回家 這種簡單的情景描述一下 昨日夜晚上9點 家へ帰りました 家へ帰りました 或者 私は家へ帰りました 好 以上就是9點3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後で 什麼什麼之後 主要是動詞的時候 是他 他型的動詞 然後名詞的時候 加no 但是注意 名詞如果是時間 比方說一個星期 或者30分鐘的時候 就直接 30分後で 一週間後で の就不要了 普通的名詞的時候 是要加no的 以上 什麼什麼後で 什麼什麼之後的說法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